我們今天是 上班這檔視 食場裡長得美 真的比較吃香嗎 才怪 實力最重要 那食場競爭 到底是靠實力 還是 中美力呢 耶 好 好 美真的重要嗎 不重要 實力比較重要 可是妳兼具的話 我 怎麼辦呢 我的愛情 就靠我的美力 但是我的工作 全部是靠實力 OK 當然實力重要之餘 上班很多男同事 都希望有一個漂亮的同事 坐在對面 所以今天的來賓組合 我覺得更不準 他們一都是以外貌取勝的 有幾個 可能會講一些場面話 你不是什麼 不是 不是 他們本人不是以外貌取勝 跟他們選才應該是看外貌 那肯定的 就是啦 這百分之兩千確定 應該是跟這有關的 有數字 遇到困難有人幫助 常被請吃飯 好處多多 這比例很高耶 對 所以到底外貌重要 還是實力重要 今天當然我們有分兩派 一個是美麗派 另外一個就是實力派 我以為妳說醜陋派 實力派 好 我們現在來歡迎我們的來賓 首先第一位美女最愛的 帥哥醫師 李光輝醫師 美麗絕對不是錯誤 她是正確的 她是正確的 所以她贊成的是外表很重要 下一位 綜藝圈套 娃娃臉刺叉風雲的 Yellow Man寶團長 沈崩玉玲 美麗是職場上生存 最重要的條件 美麗讓妳工作順利 一路發 我最討厭兩種人 一種是以貌取人的人 另外一種是不美麗的人 所以呢 一定要美麗 好緊急 好緊急 今天算吧 今天算了 今天算了 好緊急 有彩排好耶 經過多吃的失敗 對 可是妳剛剛還是有點苦了 減樂 減樂 好 減樂 登場之後呢 接下來是江湖人稱喵喵成 資深深圳記者胡秀成 各位 實力才是真正的美麗 實力才是真正的美麗 妳現在講話都規定又撈拳了 她已經不用手指了 對 她直接這樣子 好 歡迎喵喵成之後 再來是最英俊瀟灑的職場觀察 加盒請順 請順 請順 職場上頭 真的切記 真相是長官看的是實力 絕對不是在看妳的美麗 他們立場很明確 她明確 對不對 光輝醫師跟我們團長 是一定要漂亮 外表很重要 可是我們另外兩位專家認為是 靠實力 靠本心 當然 齊正哥 你覺得實力是後面 這才是最紮實的根基 要反駁一下 兩個病房 這一派是有實力的護士 這一派是有美麗的護士 那我們覺得有實力的護士 照到你照顧病人那個暴動率 或者病人的抱怨率 應該會比較低一點 結果不是 這一派有實力的病房 常常聽到那個病人跟我們醫師講 你們的醫療水準太差了 我們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麼多抱怨 我們有天就做個實驗 把兩邊的護士互換 就換成另外一個病房 開始抱怨說我們醫療水準太差 同樣一邊病人 因為護士的長相不一樣 他會抱怨你的醫療水準不一樣 真的假的 所以我們覺得 在某個程度之下 對不對 這個會影響病人病情 所以我們當然贊成 美麗還是第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醫師 醫師是相當專業的 對 所以他提出來的絕對是一個事實 但是我比較質疑的是 我去住院的時候 護士都戴口罩 怎麼去判別 怎麼會美麗於我 因為你好的賣 那你要 我們也是 護士一定要戴口罩 可是他們聽我找機會說 再拉下來看一下 知道嗎 帶回去 哪有那麼支禮 都拉 然後他會生氣 對面就說 我不知道你不喜歡這樣 你現在不知道台語是什麼 我們現在問問題 請問一下 你是靠十一還是靠美麗 我 我是靠美麗 你靠美麗 我是靠美麗 靠一張娃娃臉行走江湖 到現在 是娃娃臉 娃娃臉 你其實會很困擾大家 注意你的外型 忘記你內在那種 對 這是我一個 很困擾 多久 我一生飽讀思書 但是大家不看中 我的內行跟智慧 都只關注我的外表 對啊 我覺得對我是一種不公平 所以是500年來第一人 我希望更多人看到我的內在 而不是我的外表 所以你從小是被困擾 困擾到現在 教誠哥 對啊 剛剛醫師都直接講 她無聊到叫富士兌換這件事 這個基本上來講 我認為第一個 美麗是主觀的 你覺得美我不見得美 這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我認為啦 可能有些女生覺得不能接受 事實上美麗是有保鮮期的 今天我們來講一下這個 是不是真的有影響 是嗎 我們主上討論 外貌的部分 對 第一項 做錯事情不容易被罵 是不是真的 我以前做過一個單元 叫做恐龍求生旨 所以我接觸太多這種臨床的案例 我們紀錄過一個女生 就是外表很不OK 然後又肥胖 滿臉痘痘 她在職場上到處碰壁 可是她實力好不好 她實力真堅強 她寫的案子我看過 是我少數看過極有創意 而且又很嚴謹 然後很努力的一個人 可是奇怪 老闆就很喜歡挑她毛病 稍微一點點小錯 就被罵了隔雪淋頭 後來呢 當然前提我不是鼓勵整形 但是因為她去做了這件事情 她努力瘦身 去縫雙眼皮 那一年也變大了 她皮膚也去什麼裹酸換膚 整個煥然一新 半年後她重新求職 原來那間公司她已經心灰意冷了 她再去求職以後呢 一下從地獄拉到天堂 整個地球為她翻轉 真的啊 那個一進公司門口 那個老闆 前面還在應徵很多人 辦公室座很多人 透過不離窗 怎麼那邊有個正妹 叫這些人說 OKOK就這樣 你們只好等候通知 把我那個女性有人叫進來 她原本在救公司 做死做活 那個薪水沒差三萬五 那個老闆竟然願意給她五萬 然後在不是很了解她的情況之下 就說 我稍微會懂一點命相學 我看你很符合當主管的這種 有這種領袖和氣質 她沒有當過主管 老闆就幫她訂好職務了 然後就讓她去做那份工作 當然她本來有實力做基礎是真的 可是因為這個美麗 讓她人生整個脫胎換骨 希望你公布那家企業好不好 那家企業千萬不要去 因為這樣一種用人的方法 你說沒有當過主管 直接拉拔她作為主管 你說這家公司還能夠有發展 我覺得那個老闆是要找她當老闆娘吧 聽完鐵鎮鎮的例子之後 再講一個血淋淋的例子 對不對 大家說演藝圈 周杰文 周杰文算算是天王 之前不是傳過說 周杰文摸女助理的屁股嗎 後來大家一看到他女助理長什麼樣子 可能就是剛剛 玉琳哥所描述的那個新人 那個模樣 算恐龍 不能說恐龍對不對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那個模樣 人家服侍天王服侍好好為什麼 就靠著實力嘛 對不對 不然他會不找一個漂亮來做 憲哥 你自己是當主管的時候 長得正人 你真的會少念兩句嗎 都是員工這麼多 那女員同樣都犯錯了 那總是這個漂亮的女員工 你會覺得 有的時候我們也要 扳起老闆的威嚴 覺得不能有差別待遇 特別是在很多人的面前 那你就是罵她 你也是會以事同仁罵她 可是罵完以後 可是罵完以後 等到大家散會以後 自己覺得好內疚 我剛剛怎麼可以對她這樣 你就會想辦法去彌補 有時候夜深人靜沒有人的時候 我是故意罵給他們聽的 等一下 為什麼會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加班加到很晚的時候 國外有個統計跟這有相關的 就是說美麗跟不美麗 美麗人平均被罵少一分鐘 第二個福利是 他就在被罵之後 就剛剛玉琳哥做的典型示範 事後老闆還會說 對不起 剛才是因為有儀式同仁 所以這兩個統計 是有意義的事情 對 但是也許這個是一個常識 就是大家直覺認為說 好像美麗就會被少罵幾句 但是事實上如果更深層的發展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說 如果一個女性 她如果因此自己自覺 她會這樣子被少罵的時候 她可能犯錯的比率會因此而增加 增加了以後 因為我們的少罵 是因為來自於我們的隱忍 我們隱忍久了以後 我們爆發出來 那根本是不得了 所以我覺得更要看 她那個深層的可能的發展 而且因為這樣子少被罵 其實其他同事會看的 其他同事會看的對不對 這也是啊 然後也造成她在這個 職場的生存 敵人更多 這個人脈也會受到影響 對 你知道美國有很受尊敬的一個總統 之一叫林肯總統 很賣 林肯有名就是長得很醜 很醜 林肯是律師出身 變才無矮 有一次呢 就選民就罵她說 你是個奸詐的小人 因為她就長得不好看 你看這個臉就是壞人 就說你是兩面人 林肯就說 我如果有另一張臉 我會用這張臉嗎 可是你看歷任的美國總統下來 林肯是備受尊崇的 對 人家還不錯 長相是最關鍵的嗎 實力最重要 實力 對 這個要花一點時間 對 好 所以不過剛剛我們也說 長得漂亮比較不容易飛馬 對不對 好 那第二種情形是什麼呢 開會報告超順利過關 這跟長相會有關係嗎 當然有關係 以前我們跟長官開會 要提案的時候呢 會篩選一下 那有些企劃高手 可是他長得比較不OK 我們長那些沒大腦的也沒關係 那個就當作一星人 來助陣這樣子 那開會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聽你講話的長官 他也沒聽你在講 他一直在偷瞄旁邊 你的左右互拔 因為都是漂亮的 而且他連心情愉悅 他連心情一愉悅的時候呢 聽你講什麼話都OK 很容易就過關 這是你們開會技巧嗎 這是一種 開會談判提案的一種 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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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不會把它當成 那個交戰守則這樣講出來 但是我們骨子裡面 你知我知大家知 就是都這樣在操作 小晨哥 太慘了吧 你要反駁 我最近幾個跟幾個集團 在開會的時候 我發覺那個報告的女生 我不是說她不美麗 而是在於我看到她的實力 遠勝於她的美麗 應該這樣來說 就是說他們粉絲來講的話 第一個大家都不年輕 但是你發覺他們在做整個報告 簡報的時候呢 她講得頭頭尸道 而且非常的就是 在看她整個一個案子的研究 是做得非常透徹的 遠比那種我在旁邊一樣看到 就是有一些在旁邊可能實習 或者是一些所謂儲備幹部 你坐在旁邊的話 有好幾個是很漂亮的小女生 每個人眼睛都這樣 痴呆 痴呆的那樣子看著這樣 我說實話 美麗那個東西還是一樣 美麗真的是無罪 真的沒有罪 但是呢 你只用美麗 而沒有實力的話 那才是罪 對 隨便舉幾個例子 在職場上頭 刺詐風雲 赫赫有名的幾位女婿的 這個高階主管 童志祥也好 都直接舉名了 然後你包括何威玲也好 大家都認識 包括余香也好 都不是說讓大家那種 所驚為天人的 但是她今天這個成就 她出來跟你講話 或者她做什麼樣的 這個提案的報告的時候 你就會為她 她就為她自己加了好多的分數 因為她實在太有內容了 然後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非常仰慕她 所以你看看 這個是實力重要的 還是美麗重要 是幾個都是非常有的 你意思是有 嚴重的強烈的反對你的強烈 強烈的反對 明明不強烈 現在不可不可不可 要強烈 她隱忍很久了 這個要提一下 我想其中講說 剛剛那個不是基為天人 她至少也是美人 她的氣質度很高的人 她的那個 C拉瑞也是漂亮的 柴契兒 你能說她醜嗎 所以歷史上 美國中選這麼多 只有林肯的外貌是被討論的 其他總統沒有被討論 所以她還是被選上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職場上常常看到 像我們辦公室 如果我禮拜三開會的時候 我現在員工都學得很聰明 對 如果我要開會要講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員工自然會把我們公司裡面 看起來我比較喜歡那幾個人 雖然他有一定的美麗層 都會放到我的面前 而且他們會覺得 座位排序就有神絕了 對 我這樣直接眼睛看到他們的時候 舒服點 他們要提什麼事情 讓老闆譬如說 晚上要不要一起搭同事聚餐 他們有發覺到 如果前面做的是那幾個美女的話 通常我比較容易點頭說是 那是你個人的癡號吧 因為我會發揮 幾乎我們從年院長 從年院長如果這樣再講回去 從年院長我們在開會 我們禮拜三都要開會 通常禮拜三公司或醫院開會的時候 我們有年輕 通常精神跟醫師過去都是男生 結果我們那時候 我們院長的脾氣稍微大一點點 後來我們來了幾個年輕的 雖然不是很美麗 可是起碼是女生的同事 他們坐在我們院長旁邊 我告訴你 我從來沒有碰碰這種氣氛的 我們院長那一年度 整個性格大改變 幾乎三起碼不會再念 我們這些老的醫生 所以我就覺得那幾個 年輕的女的住院醫師 帶給我們那時候的醫院 某些程度上 醫療水準上有進步 我想這個是要恭喜他們 那他們醫師美麗 他怎麼會有實力 他們對醫療水準 怎麼會我們這些老主任 來得厲害 我們就把他擺在那邊 我們那天氣氛就很好 他以為你自己 你覺得美麗重要 還是實力重要 你是靠長相嗎 不能講中間的 要說一樣重要 打球這件事情 絕對是實力 長得帥的就倒霉了 真的 長得帥 你來 你球打不好 全隊定你 全隊定你 就像高以翔 高以翔很高大 你知道嗎 他其實球打得很好 但是因為他工作比較多 要臉的那個部分 我們去打三對三 然後反正連王鴻恩都罵他 就傳球啊 王鴻恩自己打球 自己打不是很好 拉五個人亂投的那種 對 他第一個投不進 他更小的東西 第一個罵人 就罵高以翔 高以翔 進來抓籃板啊 我投不進你要抓籃板 補進了怎麼樣 走秀是不是 還在那邊罵人 舉一個反例啊 反例 你覺得足球界 你覺得貝克漢踢得多好嗎 收手而已啦 可是在運動行銷裡面 他就是最受矚目的巨型 會為了什麼 就是帥嘛 你有時候看他踢球 你都會氣死 但是就是帥啊 你這樣講貝克漢也不公平 他實力也不錯 他也是國家隊隊長 他就是萬中選一人 可是他比那些球技 比他高很多的人 受到更多的矚目 你覺得比例是靠美麗還是靠實力 比例啊 當然黑黑的那個 我以為是哈哈 什麼都不行 我沒有練習 我沒有練習 好 我們看第三個 玉琳哥提出精確數據 讓齊神哥牙口無言 剛剛節目一下子就說 有九成六的人認為說 這個外貿可能會影響到 他的這個求持 這是上班族 針對上班族 你知道針對企業主 真相就出來了 只有百分之百 企業主 會因為外貿而金融興奮 我們 善尊美麗 你對我這種好處 長得漂亮或長得帥的 是不是這樣 Conor 絕對不是 我跟你講 光看我的樣子 你就知道 我絕對是靠實力 不可能是靠美麗 對 他中間有什麼好講 認識你這麼久 你這句話講得最忠誠 真的 所以我一直認為 所以我一直認為 就是說良好的態度 良好的 良好的溝通技巧 跟良好的態度 良好的態度 另外一個很重要 就是心困到丁 就是 沒有 心困到丁 誠懇的在意 心困到丁 心困到丁 這件事情 比較重要 就是說你跟同事間的相處 我覺得 當你去培養好的人員 當你去培養出好的人員 這是你的實力 你去累積你的工作 然後培養好的人員 自然同事就會幫你了 而不是像一個花瓶一樣 別人怎麼樣 那我們是靠我們自己的人員 那你也知道有很多人 就是外人名 他不見得是男生或女生 但是他就是靠他自己的實力 去累積出來 而當大家看到你 有具備這樣的實力的時候 大家自然也會來幫你 所以幫助你是發自內心 不是看你外面 沒錯 我覺得一定要良善的態度 Kitty 人家應該就不是發自內心想幫你吧 沒有 像我對不對 因為外表的關係 應該有貪圖你一些什麼事 沒有 沒有 我自己個人是力大無窮 可是我的同事 卻只要我 比如說文件拿很多或是報表 他們一定會講說 Kitty 我跟你講 很重 我幫你拿 我覺得你拿不動 可是我真的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做得來 或者是比如說我出差 我連離開公司好不好 出差到外面 我連行李都會有外國人主動來幫我要聽 其實我自己是拿得動的 所以我覺得在職場上 我覺得還是要一個最漂亮的外表 所以有人主動幫你 那搭打應該是沒有人幫過你 有 有了 搭打如果提行李 有人迎面走過來 會給小孩 真的要頂他 沒有要幫他 我覺得今天這裡非常有趣 因為我上次同學 才做過一樣的問題問大家 就說 請問一下現場的同學們 你們覺得自己懷才不易 跟不受青睞的請舉手 大家可想而知舉手 都長得怎麼樣的人 然後就問其中一個學歷 她去國外念完碩士回來 台灣的一個女生 我說我想了解她的故事是怎麼樣 她說他們公司的時候 她是在廣告公司 她學歷很漂亮 然後進去裡面 但是她的工作都是修電燈 被分配的工作不是去修燈 搬花盆 搬道具 然後通常其他的女生 例如說 可能東西掉到地上 男同事出來會幫她撿 可是那女生 那可能有15個花盆在那邊 然後就她一個人這樣 然後就這樣搬進去 然後大家都這樣看著她 就說辛苦了 然後就一個 然後她就覺得她 這麼高的學歷 她的學歷比裡面的美女都高 但是她的工作都比別人來得更 而且搬花盆 所以她根本就沒有機會 去展現她的實力 因為她沒有機會啊 懷才不遇 所以就是外型受限 所以美麗 你是有受到 對 搬花的機會 我自己也是 所以你這樣才要減肥嗎 對 她瘦了2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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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瘦了還是目標 已經瘦了2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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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了 她臉 她臉抓狂 她臉抓狂 我們要接受25公斤 你看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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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減肥的目的就是希望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 我有實力 但是我沒有地方可以展現 因為常常碰壁 這還滿必須的 那你減肥後 你覺得現在可以靠美麗了嗎 就是至少我說出來的話 人家會覺得比較有分量 因為長 就是以前看來 胖就很容易待 人家會覺得很不信任你 可是瘦了之後 看起來會比較 不要那麼困 是真的 因為我實在不曉得 你們待過的公司 是什麼樣的公司 因為我覺得 好像感覺起來就是 以外貌跟物化 這樣一個角度 好像牛郎店 還是這樣 感覺起來 就好像長得美麗 長得帥 好像就會有人幫你 分擔很多工作 這樣子 那我就不曉得 那你們的實力 到底展現到哪裡去了 你懂嗎 就是說有時候我們在工作 我們在看一個 在職場工作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 很多主管看到 美麗固然是一種 因為它是個既定的東西 但我們要看到的是 實力的東西 如果沒有實力 可能長得再美麗沒有用 一下子就被戳破掉 你這個美麗的 這樣的一個外衣 可是 而且不要幫美女做壞事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事情看起來 好像是 自己得到一些好處 說別人會來幫我們分攤 如果被他的主管知道 如果他是一個 良善的企業的話 被他主管知道 他會認為說 那我僱用你來 製造其他同事 加重其他同事的負擔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不公平的勞務分配 可是 你只要可能會跳出來 然後而且會認為說 都是你把這個 整個的勞務分配的制度 搞壞掉 可是兩位 因為兩位都是 新聞圈出來了 是 那主播現在的 平均長相 都算是真的算真的 因為那個工作不一樣 但是坦白說 可能大家不曉得 化妝 其實真的是 一個魔術 那你意思是說他們卸妝 卸妝 卸妝 有的人是 我只是不能把名字講出來 有素顏嚇到你的 我剛才在一樓進電梯裡面 然後跟他聊聊聊 個人造業 個人單 是有的 是有的 你完全認不得的 是有的 你有曾經出糗過 認不出來他 對 出糗過 比如說我跟他在談他 他就站在電梯裡面 差到這麼多 有 差很多了 真的 不過他的化妝專門 是因為他的工作 是靠門面的 對 但是好 那我話講回來了 也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那種 讓我們認不得的 那個新聞主播 透過化妝以後 因為他的實力更容易 他就是靠實力做上去的 所以他當初絕對 不是靠他自己的外貌 是不是 所以說新聞主播 有實力的大有人在 有趕回來嗎 有回來 跟有漂亮的主播 會不會比較容易受到 人家會主動想幫他 我覺得新聞主播 是每一個公司 都是在禁用的時期不同 隨選擇標準會不一樣 有一段時間 像櫃台 我們的這個 年輕族群的收視率比較弱 所以他就禁用了很多 大學畢業 像王一仁 丁靜宜 大學剛畢業 他就當新聞主播 可是有一段時間 他就認為說 這個專業性權威感 要加深的時候 他就從記者裡面 去挑主播 所以每一個時期 禁用的這個標準 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美女會得到 更多的幫忙 是必然的 我們同梯進一家公司 然後當中 有一個女生很漂亮 大家是搶的要幫她做事 那有時候我們自己 門心之問說 幫她搶的做事是為了什麼 其實就是為了討她的歡心 我們那時候搶到什麼程度 搶到那種就是 她那個腳本有人幫她寫 她該去那個 溝通的事情 有人幫她去溝通 我曾經有一個同事 多極端 那時候就是 因為答應好 我要幫這個美女寫腳本的 寫到半夜 然後半夜寫完以後 就是睡眠幾個鐘頭 精神恍惚 然後後來就出了車禍 出車禍這種情況之下 她包著那個紗布 一拐一拐走到公司 還跟那個美女 對不起說 對不起我那個事情 沒有幫你做好 因為她出車禍 那腳本就飛走了 你看 那圖的是什麼 摔得滿慘的 摔得很慘 因為她把那個腳本 放在以前摩托車前面有籃子 還騎媽媽的那種摩托車 對啊 然後一棒 那整個都飛走了 胡秀晨要對你做最強力的反擊 最強 別放他 沒有 我做一個小結論 就是說 有些東西我們都知道說 這樣不好 那樣不好 再對他以後影響怎麼樣 但他就變成縮教了 因為人如果是能縮教的話 社會就不會這麼亂了 就是大部分都還是直覺性的 我想幫他就想幫他 因為他美嘛 這個就是我克制不了 我自己的嘛 克制不了 對啊 對對對 你需要有人換家 你跟他講 他不會說對個人不好 他其實對整個公司那樣是好的 其他公司不要講 可能是要起政科補充 像我們公司裡面 你常常看到下班 六點半下班之後 還在加班的 通常他有的不是忙自己的事情 有的幫我公司 另外一些女子也在忙他這個事情 那些美麗的人通常都會準時 很準時下班 那他們事情不管怎麼辦 都是這些人主動幫他加班 所以在辦公室裡很明顯就看到 所謂的這種分工合作狀況 有些人他覺得我要靠實力 他當然就靠幫忙那些美麗的女子 他把他自己做 他們要製成一個生態系統 所以公司是好的啊 所以關博醫師 你自己的醫院裡面 我的觀察 就有美麗組和實力組 你自己心裡沒有分嗎 我們自己心裡一定不會分 可是我們 是這樣嗎 當然表面不是在講座 你連那個位子都會排成那樣 那個是因為我們院長好 李醫師口誤 他說表面上一定不會分 表面上一定不會分 但心裡面一定會分 會分吧 我們曾經有醫師在看門診的時候 兩個醫師不一樣狀況 那另外一個醫師就覺得說 感覺上他的醫師比較忙 結果他就想說 幫另外一個醫師去看門診 那這兩個醫師外觀當然都是男的醫師 有一個真的是比較帥氣 他的個案永遠排得比較多 那這時候你要幫他分擔工作的時候 那些病人還不一定想來 除非是非常急的 醫生也會被挑 對 所以我說醫生本身也整個被挑過 所以你就從門診的數量上可以看得出來 真的是比較帥氣的醫生 比較美麗的護士 那你有被挑過嗎 我通常門可羅雀這樣情形 對 謙虛 對 謙虛 對 謙虛 剛剛理醫師講的那個 的確美女的人愛好 然後很多人會去幫美女分擔很多的工作 但是我也發現到 在我們職場上面有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很漂亮的女孩子 的確很多人在幫忙她 什麼幫忙什麼營營什麼東西 寫個什麼報告這樣的 後來發覺那美女人 本來她有實力的 她靠了這個東西之後 能力就越來越差 越來越差 然後就到了一個 我們剛剛所講到的 美麗的那樣的一個保鮮期 到的時候一次就刪陣出去 對 而且主管如果知道的話 她會認為說 你怎麼老是去耽誤其他同事的 這個工作時間 同事放下手邊工作都在幫你耶 那就不是影響到正常的這個 這個勞務分配嗎 可是女生被開除 反而是害到這個美女 女生被開除的話 我覺得也很難跟她說 講不出口 因為長得比較正靈 長像VV那種聲音一開口 對啊 眼睛萌萌的看你 麻煩了 麻煩了 誰要做這種事 不過西方職場有一種說法 因為很多人 很多女人被定位成 什麼金髮的那種花瓶有沒有 可是他們公司很喜歡擺一個花瓶 就是說擺一個這種漂亮的花瓶 效果比嘉欣還好 因為像玉琳這種雄性 就會去想要去討好她 展現什麼 公的啦 不要講雄性 公的啦 公的啦 展現什麼這種規模的表現 公的 所以在工作績上 會展現出好像比較好 一定的 但是可憐的是那個美女 她就被定位成花瓶了 她自己不知道可憐了 明天當主管會不會用一招 就是排一個陣的 放在公司裡 我跟大家報告 剛剛節目一開始就說 有九成六的人認為說 這個外貿可能會影響到 她的這個求職 什麼 這是上班族 針對上班族 你知道針對企業主 真相就出來了 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企業主 會因為外貿而禁用新人 不過大部分的 大家就是 就是就事論事 什麼呢 就是就業績的考量 還要賺錢 什麼叫做美女簡報 就比較容易過關 大家在看KPI 這個案子成不成 能夠吸納多少的 這個公司的效益出現 如果說你都在那邊 都花拳繡腿 我覺得一樣不會過關的 容我為其聖哥念出來 就是一一人力銀行的數據 百分之二十二點七十的企業主 外貿 就是外貿標準只有百分之二十二點七十 但是呢 因為外貿選人的結果 工作態度百分之八十六 專業能力百分之六十四 十分條件百分之三十七 但是我們說美麗人 連學歷都沒有用 不管學士 做事 博士 不會做事 你什麼都不是 話有疊在一起 永遠都變起來 我們在講這個數據的時候 我們在講這個數據的時候 不得不忽略另外一個調查的數據 另外一個調查的數據呢 針對企業主的調查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的企業主 都是假到學的 什麼 等等 你就說 我身材 等一下 而且各位看那個數據 其實講非常重要 他其實就是透露 企業主說 你再講一次 百分之二十幾的 他不會因為外貌 他注意到公會 我們這二十二 會因為外貌 會注意外貌 可是百分之八十 注意那個態度 請問一下 什麼叫態度 沒有外貌 你覺得他態度 怎麼會有態度呢 怎麼會有呢 他明明那個是矛盾 沒有外貌的態度 就是三一名 美麗還會有態度 真正的所謂態度 就是實力吧 應該是實力才是有態度吧 有一點喔 有 血淚控訴 對 礦工血淚師 好 來 第四種 什麼 許惟老師的補習班 竟然是這個樣子 一開始我們這老師司機排出來的時候 如同光位意思說 業績就是好 直接反映到業績上面 番茄 這必然 我覺得有智慧的老闆 看的是業績數字 而不是美麗 可是不能一直在講有智慧 不能灌這個架構 因為大部分的老闆是沒智慧的 不是 因為我們之前公司 就來了一個新業務 他很漂亮 可是每次在業績匯報的時候 他的業績總是最低 然後我們是一個團隊嘛 他就會拉低了 整個團隊的那個業績 因為他是新的啊 他是新的人啊 沒有沒有 是長期下來 他做了一年 他自己也受不了 就是大家同儕之間 會覺得說 每次都是你害的 平均被他拉低 對 平均都拉低啦 那個總成交量就會被他拉低 因為你們其他人排斥他 故意被他合作啊 沒有沒有 是因為他 有可能 因為他長得正義 而且漂亮的女生 會比較冷漠 亂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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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你是不是因為 你是不是因為 他長得正 然後你故意不跟他講話 就覺得他冷漠 對 對 你覺得漂亮自己就高傲 對 然後比較覺得比較柔弱 你會覺得他們冷漠 沒有很漂亮的女生 有時候會比較高傲 他會覺得這個 這比Case 你這個客人不要就不要 真的 他會覺得 他是進行銷業務人員 漂亮的 千代一定順利呀 不要說我啦 我老婆 我老婆 有一陣子 他 不是我們在選車子嗎 他就每天跟一個特定的業代 聊得特別起敬 我總有一天忍無可忍 我就 偽隨他而去 我想說他到底在跟誰 這是你的控制欲 果然 那個業代呢 就是帥哥型的 有一天 我老婆跟那業代在那邊聊... 聊了半天言不及意 我真的忍無可忍 我就把電話搶過來 我說你是有完沒完 那個帥哥業代還說 韻哥我不知道你不喜歡這樣 廢話 誰會喜歡這樣 當然最後 終究還是買了那個業代的車子 你是不是容易吃醋的人 超容易 你感覺好像很容易吃醋 我還好啦 怎麼還好 我不是容易吃醋 我只是說會嚴密控制這樣 有什麼兩樣 我們在房屋仲介 為什麼都挑漂亮的 這就是有差 他要亮等他跟你介紹房子的時候 你就覺得房子特別是福地 集屋 如果是不OK 他幫你介紹房子 你就覺得像兇宅 對 這就沒辦法 所以業界 等一下不對 我要反駁這句話 像我最近看到幾本財經的雜誌裡面 關於每一個房仲業者的第一名 首要冠軍 女性 她們都是有智慧之美 我應該這樣來講 有智慧之美 為什麼這樣來講 我所謂的美麗 不是說她們不美麗 而她們不像那時候 二十多歲 三十多歲 這樣子的一個很漂亮的小妹妹 那個樣子 她們都是一些所謂的 中年的 有些是歐巴桑 然後她們是按照她們的一個實力 她們的一個精準的判斷 跟客人的服務態度 所以她今天贏得了那個 就是整個業績第一名 保險業也是這個樣子 實力一定沒有關係 剛剛孝誠哥在講話的時候 我看到李懿志祺在那邊 他哪有這樣 他有話要說了 他有話 他一直在發出冷笑 他冷哼了 他冷哼了 發揮意思 你意思要出場 都要有那個 不能再講 好了 各位不要忘了 日本的全世界 有關銷售保險第一名 雖然她現在是老婆婆 如果大家看那個報道 可是她下面有幾個女兒 都是很漂亮的 所以她在銷售的第一名 後來她的女兒 叫女成母子的時候 她保險業是年 她都不知道是好幾億以上 十幾億以上的日圓 台灣的銷售第一名 也是一位女生 為什麼不是男生 因為女生才有所謂美麗可憐 男生的帥氣會 隨時而就流過去 她自己手下有好幾個 跟她協助的 所以如果這一集講說 對千丹會不會孫女 我覺得沒錯 有她的智慧在 可是她旁邊那些 有美麗的助理 也真的是可以幫忙她 從這兩個例子 都是第一名來看 確實對千丹孫女 我覺得是有幫忙 你有沒有聽到 美麗美麗很容易 都只當助理 或被當門面 或發癖 或被當吸引的第一關 李醫師安排的就是這樣 她希望她就是這種 我一路聽下來 出場就是亞洲的 格達費的那種感覺 有那些美女軍團 在旁邊 不只是醫師 你看美麗在執掌上 都變成一個悲劇 她也許我不可否認 她也許近得來 但她能不能待下去 這就是重點 我們經常鼓勵一個年輕的朋友 在一個工作上 都最好能夠待三年 三年時間不長 我常常講一千零九十五天 非常短 牙一咬 但你這三年當中 才容易有累積 你一直在變動工作 對你來下一份找工作 其實是很吃力的 人家會覺得說你的穩定性有穩定性 一千零九十五天是現在平均 三年嘛 至少要 你待三年也不過才一千零九十五天 三年才叫吃力 對啊 才能夠有累積 不過這個 對業績是不是真的有幫助呢 Vivi 其實我 剛剛番茄講的 我覺得大家都把美麗 美貌講得太膚淺了 其實美麗只是 我覺得它是門面 可是它是一個大門 就是你讓人家看到 如果你願意先釋出三億的話 你又有美貌 然後其實人家基本上 你再加分很多 像我之前 我們公司是一個小小很小的工作室 然後我們常常要遞設計案 可是我們要競爭的去撿爆的對手 都是大的公司 然後或是很大的設計團隊 可是我們就只有 我一個設計跟一個城市設計 我們就兩個人一個公司 等於是你們很迷你公司 我們很小 可是我們要贏人家真的很難 說實力 他們一定實力比我們堅強 所以那天你穿泳裝去 其實我覺得你美麗加上 你有個善意在 然後你願意親切對人家 真的加分非常多 那時候我們案子其實 接一個網站 其實只是一個做完就收完錢的 可是我們要的是後續 就是你去維護啊 或是什麼 接那種錢才是長久 可是通常那些老闆久了之後 覺得你做的只要是OK 或許沒有人家做的那麼好 可是他覺得你服務好的話 之後就變成說 VV我為了常常要見你 希望你到我們公司 跟我們繼續談之後的 他願意把之後後續維護 全部丟給我們兩個人做 所以是為了要見你這件事 可是 對呀 可是他並不是要追 所以他是覺得你服務好 然後他看到你他心情就好啊 對 這是非常多以服務類型的小公司 之所以會有業績 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服務好 因為你是大公司 你這家公司 你公司很大 然後去請一個國際型的 這個服務公司來幫你做 你只是這家公司裡頭的一個小CAS 可是如果說是小公司的話 你是他的大客戶啊 所以你就會被照顧得比較周到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很多小型的服務型公司 就是能夠存在的 這個最重要的價值所在嘛 就是這樣子 可是我要暫瞎一下 這個VV的東西 因為像以百貨公司來講 在前一陣子的周年慶 我朋友他們 在同一個品牌裡面工作 但是長得比較好看 在那天才有上班 長得不好看的那天都沒有班 真的假的 真的 因為他們才有業績 所以他們實力根本 公司自己就會挑 無關十年才會公司 那所以現在如果 周年慶同樣公司人待在家的話 那倒楣了 對啊 那心裡會涼了一半 真的 這很現實 所以周年慶這時候 可以去看美女喔 對 番茄是這樣嗎 也要有實力啊 像我們那時候去周年慶的時候 問了一個很漂亮的櫃姐 問她說這個X的會有什麼成效 那這個要怎麼使用 她完全一問三不知耶 重點來了 對啊 她完全沒有辦法解答我的意願啊 沒有買啊 那沒有辦法解答啊 重點來了 我買回家不知道要怎麼用啊 不過這我可以分享一點經驗 校門老師呢 不是一次交易的行為而已 對不對 你買東西一次 我再也不會看到他 老師要上一年的課 至少一學 所以我們一開始 我們在老師司機排出來的時候 如同光輝醫師說的 一定會先看漂亮的 好嗎 我是選他的課 當你都不認識的時候 你們會站一排給學生選 不會 不一定有學生的課 這是什麼 有這種 奇怪的學院 然後要穿旗袍 我又不是那些補習班 他是會有照片 會老師的學歷介紹 我都是這樣子的 他帥哥美女 果然比較容易有人選課 但是你一年之後呢 你一年上了一年 一個禮拜上一次課 一年有四十個禮拜 聽這個老師每次講三個鐘頭 你講得不好 絕對打槍 第二年 因為我們學期末 都會有給老師的評分 那分數非常殘忍 見光死 你會教就是會教 不會教就不會教 那評分也是你們 譬如說當老闆的依據 那當然 我也是這樣被評分下來的 你平均分數多少 差不多 那 以下有沒有 以下 我很高啊 以上 超高 那評審團在評分的時候 一定也有參考外貌 沒有 沒有評審團就是學生打分數 學生會給老師 這血淋淋 血淋淋啊 一開始的帥哥美女 就如果他不好的話 搞不好還是不及格 第二年絕對不排課 不過這邊要問一下業務網 Koner 你自己跑業務的 長相對業務有沒有關鍵的重要 我沒有 我沒有長相的問題 其實你還不錯 我沒有長往後輸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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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就在 你在後勤 用你渾厚的嗓音應該比較好 對 但是 我要先講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這是我們公司的案例 就是說 我們另外一組 另外一個營業單位 結果他要去接一個年度的案子 一個月大概平均500萬的業績 然後年度的話 就是6千多萬新來掛 那一個案子 然後他們派出去的就是 派出去的就是 所謂的美女型的業務 美女軍團 對 美女軍團就殺出去了 就一殺出去的時候 因為你要知道 當一個客戶 他每個月要跟你採購 500多萬的時候 他一年度要直接跟你簽年約的時候 你要知道他會 問你很多很多比較detail 跟比較詳細的問題 金額很大 對 然後後來他們就搞殺了 就回來了 那回來以後老闆就很生氣 因為這是一筆很大的一個 一個金額的業績 那老闆就派我們過去 派我們這種實力的過去 那一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種人就是 充值本職學能 本職專業 我們就是完全能夠去回答 客戶所要的所有的問題 那後來我們把 如期把那個案子 大概花了兩次的提 那個 proposal 後來我們把那個案子 給救回來了 所以我要強調的一件 很重要的事是 如果你要在職場生存下去 實力才是唯一的王道 沒錯 小姑仁老孝晨哥 戰火一觸即發 旁邊那個老鳥就覺得很失敗 喔 聶琳哥 衝出來吧 實力才是王道 小姑妳覺得呢 我覺得不是 我就是靠美麗 因為像 我就是靠美麗 至少還誠實 對 起碼還是真小人 像上面那個偽君子 我要講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 我自己也是業務 你知道我們每個月 我們每個業務會訂 80萬的coda 然後就是我的同事 他的這個月 我們做 他這個月就有做40萬 然後我們老闆就說 你為什麼只做40萬 這個月不是要80萬coda嗎 你下個月 你就要搭配個補回來 然後到我報告 我就說 我的業績目標是80萬 但是我這個月只做10萬 老闆就說 沒關係啊 你是新人 沒關係啊 你慢慢來 然後就旁邊那個老鳥 就覺得很失位 他就想說 你為什麼可以靠 就是一張美麗的外表 然後就可以讓你老闆 就還幫你說話 他當全部人就是幫我說話 你覺得自己講自己美麗 有點怪怪 但是預計總有用完的一天啊 對啊 可是 但是老闆看得心情跳好啊 如果你沒有前面看美麗軍團 幫你開這個門 你後面這個有實力的 所以後面什麼都沒了 一開始的話 我們連救都不用救 我們可能一次就提報就 一次 老闆就是不會怕 對 因為我覺得本職權 因為它金額太大了 我覺得對方的 派出的那個工程師 在跟你談一些事情的時候 也很重要 不是 我剛剛對小姑 剛剛的那個講法 基本上我有點 我已經懷疑 不是因為 超滿的憤怒 你覺得現在目前 你這個月十萬塊錢 旁邊的老鳥 就覺得有點吃味對不對 你總有一天的時候 你會變成老鳥 突然間有出現 另外一個小姑也來了 然後她又講說 我就十萬 OK 老闆講說 OK 沒問題 你覺得那是OK的嗎 在你心裡面 你覺得是接受 因為你業績只有十萬 卻沒有被檢討 沒有 懲罰或鼓勵或改善 就過了 她下次還是會十萬 你瘦得了這樣嗎 但是小姑遲早有一天 會變成老姑 對不對 她當她變老姑 又有新的菜餃 小姑出來的時候 對不對 那時候她已經變老闆娘了 她無所謂 她的目標不一樣 換她的 換老姑再訂小姑 OK 因為齊聖哥 最後還是要幫我們講一下 我覺得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 是都會去做的 她可能會 會有點占便宜 會吃香的地方 那你如果說 真的一點實力都沒有 你小姑可以待過 過得了今天 你過不了明天的 這個很重要 日齡哥呢 是啊 就是我們討論了那麼久 當然我們是因為 分成兩派立場 要不然你說 美麗跟實力 它當然有一定的比例程度 而且講的美麗 不是只是說外表上的美麗 因為人的美麗 是綜合元素 你的氣質 像遊行生 我看過很多美麗的人 他不是五官美麗 可是你就覺得他 很有人緣 你就很想親近他 所以也就是說 人要培養 自己內在的一種美感 然後會擴散到外表的美感 美麗跟實力 其實本來就是 各有重點 各自必須要去兼顧的 得志幾群 不要說跳舞漂亮 這種女生的人 遊行很重要 那個遊行 一種格子 男生就是坐在那 就是你不要看外表 你久了以後 你又不是很有安全感 把事情 做得好